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裸根的草莓买回来之后 应该如何正确摘种的一些方法 那么就有花有比较担心的像这个裸根草莓买回来之后 是不是真的能够浮盆,能够恢复正常的生长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交个作业 大家看这个是我之前摘种了这个裸根的草莓 现在大家看底部长出了非常多的新芽新叶出来 之前的话是因为温度非常低,所以长得比较慢 但现在温度慢慢回升,然后新芽也是开始沉沉冒了 所以像这种裸根草莓我们回来摘种的话 要想让它能够尽快的成活,长势旺盛 其实我们只需要几步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步就是裸根草莓 我们买回来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放在杀菌剂里面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那么我当时就是用乙座多菌070-1000倍 然后把这些裸根草莓全部放进去整株浸泡半个小时 然后取出来我们再来配置好适合它生长的土壤来摘种就可以了 那么这又是第一步,杀菌因一定要做到位 那么第二步就是后期的养护工作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这个时候养护环境温度一定要注意不能够过低 最好就是保证在10度以上 在这个温度区间它才能够生长旺盛 除了温度要把握好之外这个湿度也要注意 盆土的话最好保证处于一个微微潮湿的状态不能够过干 天气如果太过干燥了 平时可以在一个晴朗的中午来给它多喷喷水物来给它增加湿度 第三步就是等到你的这个草莓 它的叶片已经开始硬朗了,已经开始恢复生长 等到它发新芽之前我们可以给它处一处根 让它长出更多的新根出来 因为刚开始买回来的它主要都是一些老根没有什么新根 那么怎么处新根呢? 那么我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快速生根粉 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1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搅拌均匀之后给草莓灌大概2-3次左右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10天左右灌一次根就足够了 这个快速生根粉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凝原素 凝原素可以起来一个非常好的触根效果 再加上里面富含有天然生根活性物质 可以让根系爆发式的生长 用上这三招盆栽草莓就能够很快的成活 长出非常多的新芽新叶出来了 那么等到它现在长出新芽新叶 这个状态比较稳定呢 我们就后期可以给它适当的追点肥 草莓我们一般都是让它能够结出这个果子来的 所以用肥呢 大家要注意 最好就是用一些有机肥 不要用太多的无机肥 有机肥的话 常用的就是像这种发酵不熟好的羊分 营养充足又具有不少根的特性 那么使用上这种肥的话呢 对于这个草莓后期的生长和结果都是非常有利的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